哈喽 早安 我們今天要出外景了 我剛剛一路從那個林森南路走過來 看了兩個女孩 一個是少婦 一個是女人 竟然都給我穿短袖T恤 我就馬上嘴巴忍不住說 你們都不怕冷啊 這麼冷的天 那女的說 是有點涼 是有點涼 還帶了一隻名貴的貴賓狗 你看這個叫做 那台語叫什麼 愛水不怕流鼻水 然後回去感冒他就知道厲害了 東北之家的林口倉庫 一探究竟 出發 你知道在哪裡嗎 五谷工業區 有一段時間陳睿快出事之前吧 我們常常跑五谷一個師姐家 那師姐就招待我們吃飯 然後吃完飯以後就上香 上香以後就開始跟你 給你驅掉你的鞋 其實他們很單純 而且那個師姐 他這輩子都沒有去吃過茶了 你曉得嗎 就是心思太單純的人 上面的老祖宗 就會附在他身上 然後借著他去給大家講一些 可能哲理 或者提醒大家什麼事 所以你知道人呢 在你一個茫然期間 管你是什麼宗教的 你最後你都會去找著希望 那我們就到五谷來找了好一段時間 希望 當然後來還是進去了 他進來又重新開始了 所以每次到了五谷我就想念這個師姐 不論如何都是曾經有一段的貴人 因為他們很純樸的人 是我最喜歡的 一點都不勾心鬥角 他只是為了真誠的付出而付出 就像我們做這個節目 正好運氣很好 那本來第一個要跟我們合作的 要暫時在觀望 可是反而 你看侯警官董事長 他正好要整個改變 他的店要改變東北之家 然後他也要出書 那他整個的一個一個一個 因緣劇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開始會製作 卡倫頭雷嗨 真的就是這樣子 昨天我講給我那個台藝大教授 他就一直笑 我說好厲害 我會講是你們想的嘛 我說就是Hold H-O-L-D 你要Hold住 抓住每一個事情 都能夠掌握在手上的時候 才會說好厲害 我也說我到了一半時候 打簡訊說 我一定要馬上把那個什麼照片傳給我爸 我要馬上發消息了 你看這掌握不在我手上 好厲害 出發了 出發了出發了出發了 已經在出發中了 對 早點出發是對的 免得塞車 這個聲音才像是五鼓嗎 侯警官已經到了吧 到了 大家部署了 他們都到了 欸老師 侯警官 您到了 你知道為什麼穿這個嗎 為什麼呢 林口太冷了 天啊 佩服你住在林口 所以我就把它去大陸的外套都穿出來了 是 這是其實是你的本店 對 這是我們林口店 五個店東的最原始嗎 這第五間最後開的一個旗艦店 第五間啊 是 那青島東路那個呢 那是我們第四間店 所以現在來到的是為林口朋友開的店 對 團員 那我們先參觀一下我們的廚房好嗎 對 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一探究竟 你不入虎穴 欸 來了 欸 我看你我真慚愧啊 你穿成這樣 真的好冷啊 你先上二樓 好 全部都在二樓 那我先大家去做這一段 歡迎 歡迎 李志祺好朋友 那我不是東亞病夫嗎 哈哈 看你了 看你了 哇 這是我們的物流車 嗯 是 哇哇哇哇哇哇哇 大家小心喔 那我們現在正在出貨當中 我們每天早上的十二點之前 會把貨出到各店去 每天十二點之前 對 就把貨都出到五個點去 對 是是 OK 啊 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冷藏和冷凍庫 這就是你的冷藏 那這裡面有我們的高麗菜 我們器座的一些高麗菜 來來來來 還有一些菇類 好 謝謝 打腳了一下 哇這就是要去 馬上送到各店去的 對 送到各店去的 OK 給你進來 來 來請進喔 哇 那這是我們器座的高麗菜 裡面有點涼 不是有點 大概幾度 這邊大概 十度左右 十度左右 哇 那你看到的 欸老師 我們這個是真正有機的 這是原住民 在桃園這邊有一個有機農場 原住民種的 對 所以你就跟他每次買 對 一些特定的夜菜類啊 像這個油菜 好像這個 這我最喜歡吃 對 待會我們準備 這是什麼 油菜 對油菜是吧 好漂亮喔 真的是 是 這個 這是蒜頭 有特別嗎 這是我們做 冬粉絲青木瓜絲用的 那就是湯啊 對 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是青木瓜絲 老師你要嘗看看 為什麼印象中青木瓜絲 只有在泰國店才吃得到呢 對 是我們特別 取這個 不好意思 長一點點 然後 清脆 我們青木瓜絲一般的 會有一個 脆皮 那我們藉由這種殺青的動作 讓他入菜的時候 把他的清脆度反映出來 對 所以青木瓜絲配上那個粉絲 是你的一個特色 對 就是每天而且是夾在那個 蔥油餅 對 不會那麼油的蔥油餅當中 對 那老師您看到這邊的菇類 這是下午四五點採收 哇 在這裡 對 你看 這是我最愛吃的 因為大家都說吃黑木耳 通血管 對 清血管非常好 對 所以你的菜餚裡面都有它 對 還有這個好菇 對 這些從哪裡 這是從彰化的一個廠 送過來 下午四點採收之後 半夜就送到這邊 所以比北部的任何一個 超商也好 通路也好 都新鮮 馬上就出到五家店去 對 像剛才這樣就出貨到五家店這樣 這是我們的酸菜準備要出貨的 做好的 你看這是他的酸菜 來 這是完全切好的了 對 已經發酵好的酸菜 對 這就是我們的真正的 我們湯底 湯底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主角 對 很重要的主角 它完全是由高麗菜發酵 變成酸菜白肉火鍋 是 真的是 那接下來看我們的洞窟 上面寫零下25度 這邊的洞窟有我們的 可以進嗎 可以當然 天啊 這就是你要給我們吃的那些 對 完整 這是我們的老麵饅頭 老麵饅頭 這是我們老麵饅頭 老麵饅頭 對 就是我每天愛吃老麵饅頭 對 你也是整個進過來是不是 對 我們進過來 好冷喔 零下25度 那這邊今天介紹就是我們的豬肉 哇 這就是我們的豬五花 我們都是以燉來計算 來進貨 你看 在這裡 這個是雞肉 雞肉 對 那我們的所有的肉都是非常 有一些很多的檢驗 SGS檢驗等等 很冷喔 那我們趕快就去囉 零下25度 零下25度 一定要這麼冷的原因是 必須要保鮮 像我們的物流車 它本身也是有冷藏的效果 我記得你有講過一個保鮮的訣竅 就是好像出貨到你這裡 多久就一定要吃到 出貨到我這邊 21天 21天 對 一定到這裡以後 送出去 21天 一定待在這裡把它吃完 我們以一頓來計算 我們在7天這一頓就用完 就用完了 對 我們用的速度很快 就是因為夠保鮮 所以吃起來 才會咬到嘴巴裡那個肉 是有嚼勁的 而不是像一般 可能動了很久 我們吃到嘴巴裡那個 肉的香氣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我穿這樣子來是對的 夠冷吧 25度 天啊 0下25度 我們再來看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檢驗室好嗎 OK 好 那我們有特別 成立一個檢驗室 哪一些食品要在這裡檢驗 就我們的酸菜 你一個酸菜就要花這麼多功夫啊 對 其實蔬菜本身都有雅酵酸鹽 它本身雅酵酸鹽是一個致癌物 所以我們特別重視 那它這個雅酵酸鹽會隨著時間 還有溫度熱度等等 讓它們的降下來 所以我們會出到一定的 沒有那麼強烈的一個雅酵酸鹽之後 再送到各店去 這邊主要做的 高拉奧利菜還有酸菜的檢驗 製程之前的一個農藥殘留檢驗 製程之後的雅酵酸鹽檢驗 如果雅酵酸鹽降到最低 濃度太高的時候就容易致癌 對 所以你說你的酸菜發酵完了以後 再做一次檢驗 對 看它的雅酵酸鹽是不是再降低 一定的標準值 一定的標準值 給我們吃了才不會有那種 會安心 安心 是 專業 這件是我們的會議室 像對面看到這個黑色的機器 這機器裡面有架接幾個系統 畢業資源規劃系統 這等於是我們東北酸菜白的 心臟和頭腦 它能夠去掌握到所有的數據 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第二個我們有所謂的指紋的系統 那指紋系統是人事管理 第三個是POSE系統 各店在做一些消貨單的時候 能夠很快很精準的 即時的同步的掌握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的監視系統 所以這一個機器裡面 我們花了400萬去加接這個機器 其實為了 未來能夠把整個體系建構下來很順利的 把一些精準的數字分析 這是一個很有企業化的經營做法 這是一個 對 是不是把它放到了你的飲食業餐飲業來 對 我們數據化來做這些事情 會更精準 不聽它講都不知道這些訣竅 中央廚房 對 對 那裡面請 中央廚房 幾乎 好像餐飲業對不對 或食品業 都有一種中央廚房 經過一些流程 對 這個現在看到是我們蔥油餅製作的地方 蔥油餅 對 那蔥油餅製作我們經過 兩道的機器的半自動的部分 其他部分還是用準手工 來塑形也好 或者是來控管品質 所以各位吃到的每一片的蔥油餅 我們都非常嚴謹去控管每一個品質 通常是什麼時間會工作人員在這裡做 這邊我們會排流程 然後一個禮拜我們大概有三到四天 會進入這個部分 巧 我們今天來的時候很巧 他們正好都已經做完了 對 出貨當中 不過要特別介紹一下我們蔥的一個製作過程 在哪裡 來裡面請 它的蔥 它不是那個蔥油餅的蔥嗎 說是來自於三星香 對 宜蘭三星 來看一下這個蔥 這兩個蔥的顏色不同 這個是已經七天就準備可以製作了 那這個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剛來 沒多久 那蔥有一個口訣 怕動不怕動 怕動不怕動 他怕動 對 不怕人動 對 怕動是因為怕香氣跑掉了 對 因為怕動的過程 讓細胞臂很薄 會讓它香氣整個滅濕掉 是 所以我們看那個像我們喝那個香菇雞湯 一定用乾香菇 不用吃香菇 因為香氣保留著 也是叫怕動 不怕動 這個意思知道嗎 不怕動 蔥油餅 它都是從這種麵粉來做的 我們用的是粉心粉 粉心粉是比較高級嗎 粉心粉是 我聽你講的感覺是這樣 是麥子在拋的過程裡面 中間那一層 它是營養最好的 密度最高的 那香氣也最足夠的 所以我們堅持 那這一就是我們製作 製作酸菜切菜的前製作業 還有都在這裡 醬料的地方 對 酸菜 醬料 前製作業都在這裡 對 那這邊是我們要製作 哇 你看 看得出來在幹嘛的嗎 我只看到三八 進門高樑 對 很重喔 哇 你知道這做什麼用嗎 這是我們壓酸菜用的 我們用的還是古法的製作 如果是醃製的話 它不需要去壓這個石頭 那我們古法的手法必須 去把水分慢慢的釋放出來 我們的酸菜才會有脆度 是人工這樣子壓嗎 對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的石頭呢 因為我們能量很多 大家都要幫忙是不是 都 是大家要幫忙 但是現在目前是我要自己做 你都親自處理 用石頭來把酸菜壓出 把脆度 脆度 還有水分排掉 水分排掉 對 它的香氣會很足夠 這真的是土法練制 那像這個水都要調整 調到一定的溫度 像今天天氣的氣溫幾度 然後水要控制幾度 它沒有辦法SOP化 那包括我們今天下的鹽多少 其實都是經驗汁 它才能發酵出 剛才看到那個籠子 就是你的意思說 反而從這個石頭開始 要讓這個高麗菜炸出香脆 炸出它的水分排掉 包括用這些水 都是看著今天的氣候來決定 所以每個都是手工 手工菜了 對不對 包括下的食鹽也是手工 對 雖然是走馬看花 可是也看到了一些 平常一般看不到的 它的製作的一些重點流程 那這樣再回到餐桌上 尤其今天我們要請的是 李志祺 就是台灣第一隊 最受歡迎的雙胞胎隱新的弟弟 因為他剛剛從大陸回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特別來 請他來吃我們的東北之家 酸菜白肉火鍋 但是我們是高麗菜做的 我們炸蔥油餅 是 有一個口訣 好 25秒內起鍋 25秒內起鍋 對 中間必須不斷地去翻面 那翻面 第一次的翻面是它浮起來那一下那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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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每次炸起來的時候 都有個開口是要人工的 對不對 對 夾菜嘛 夾那個青木花絲 那以前你切給我們大家嘗看看好不好 看你的手藝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小心 來 給我 謝謝 其實剛炸起來 蔥油餅 皮是脆的 裡面是有Q度的 25秒 25秒 搞定 最棒的一個蔥油餅 通常如果切出來 是這樣的話 就正好可以放青木瓜絲 東本 是不是 第一家店在哪裡 第一家店在內湖 內湖 我們那邊後面有一個 李昌鈺博士寫的連進 李昌鈺 李昌鈺博士 李昌鈺 李昌鈺博士來這邊吃飯的時候幫我寫 就是那個神探 對 他是來到這裡吃飯 然後幫我揮毫 這麼巧 他是我們警官學校學長 知道李昌鈺吧 中士不是有拍他的那個戲嗎 對 李昌鈺 是 幫你揮毫的 男生會這麼手巧編這種東西 不可思議的 因為你編的很大的優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編出來的不女氣 有你的味道 是的 這個是市場上碰不到的 是的 這裡志祺自己做的 你知道嗎 全是他弄的 這些都是 很經驗 對 他很棒 稀釋齊品 我去整理一下 我們就準備開始錄了 好不好 可以 OK 嗨 歡迎收看 卡倫厚 어렵 我是陳卡倫 你看 為我添湯的是 我們東北吃貨的董事長 侯廉宋 我最叫它侯警官 因為它是從景觀跨過來的 今天的湯頭好嗎? 對我來講不夠濃 是 待會兒 它會越煮越沉 越煮越香 今天換的地方 這是在林口店 是 然後我告訴你 來來來 今天要來個好朋友 這好朋友你看看這些東西 你了解嗎? 這都手繪的 好精緻 是不是? 而且那濃濃的中國風 我記得沒錯叫做 西是西奇的西 是 奇是奇怪的奇 西是奇品 我如果記得沒錯 這都會百年珍藏 他都已經創業大概有13年了 2006年開始 那一年他才四十幾歲 我還記得 讓他自己介紹一下 好的 李志祺歡迎 歡迎 確定嗎? 他說這幾次 四十幾歲 那個時候好沒錯啊 沒有 三幾十幾歲 都一樣 看起來擁抱年輕就好 來 柏警官你好 你好你好 歡迎歡迎 一人一見 哇這麼好 哇有禮物 太棒了 這是我自己設計 有金具圖案的 你看看 你看他秀一下 抖一下 那因為有火鍋 所以我們有點火的感覺 火力官 火判官 火判官的意思是 不好意思 警察官 那你也是火判官啊 那你也是火判官啊 是啊 所以阿姨啊 馬上上升了 火判官 正面是火判官 再看看 後面 稀釋齊平 這兩個代表什麼意思 翅膀 趕快飛 希望你展翅高飛 尤其你跨到餐飲業以後 謝謝 更是要展翅高飛 哇謝謝 你看他好有心喔 真的真的 我們來一邊走一間看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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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再幫我們介紹一下你今天 稍微介紹一下你帶來的好東西 對 其實因為我做的這些文創商品 都是關於金句 所以這些盤子 它的衣服都是金句 這是衣服 這是肚兜 肚兜 這是一個肚兜 都是肚兜 都是肚兜 你知道什麼叫肚兜嗎 你孩子穿的 內衣 古修的內衣 是不是叫內衣 他講的比較直白的常識 沒錯 這也是內衣嗎 肚兜 也是 這很像你們騎箱穿的感覺 你的同事 哈哈哈哈 對 那這個就不是內衣了 這不是 對 這不是 這是比較小 短的 短的衣服 上面有一些盤扣都在旁邊 對 那邊都是經典 金邊 我聽說這個七式七平 在海外銷的特別好 特別版本也特別好 是不是 對 分享一下 我們第一次在做展覽的時候 其實到展覽 到展覽 到香港去做展覽 對 那我們在布展的時候 其實那個T恤賣掉 全部賣掉 全部賣掉 我們說我們還在裝置 不行 就全賣掉 所以剛剛我們拿那個火判官 還不是你的真的T恤賣掉 不是你賣掉那些 對不對 那個 那不是 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賣的是短袖 對 那火判官這個是怎麼那麼巧 做火判官呢 我做火判官 對 然後還有就是西遊記的 等一下 是他老爺 他老爺 他老爺 對不對 對 我二伯 李童春先生 李童春先生 他是洪生 他爸爸是李環春先生 是的 李環春是台灣的第一武生 對不對 他爸爸是他 所以他們一家人都是京劇世家 是的 他摸弟子的 哦 是 好棒啊 我用二伯的這個臉部 來做成這個杯墊 杯墊 對不對 還有一個這個什麼 這是一個青衣 青衣 梅蘭芳 這是我手繪的 那這個梅花是我母親繪的 好細緻 所以兩個人 我們在某一年的母親節 出了這一套 你跟你母親兩個合作 這個是不是 是的 青衣這個時候會是李志祺 我畫的 李志祺是弟弟 上次來是李志祺哥哥 這下面提的字是你媽媽 對 你看看 最後一個這個 這五路財神 哇真好 恭喜 你不是就很希望五路財神 什麼 對 這樣東北芝加才會OK 太棒了 來 那我們就請坐了 好直接坐 來 一進來就熱了是不是 好吧 好 來請上 今天 歡迎上下 吃杯的熱茶 好 謝謝 這杯不是你們東北芝加的 這不是 這麼精緻的杯子 絕對不會是我 謝謝 這是六斤的 整個純金的 哇 這也是西式奇品 西式奇品 也是他的作品 然後首杯 全部都是首杯 我們現在喝的西式奇品的杯子 裡面的茶 那是東北芝加招待客人的好茶 好漂亮的杯子 我們有沒有在皇宮的感覺 皇上 他問你有沒有皇上的感覺 拿著有皇上的味道嗎 有 哈哈 我拿著來是皇上的 哈哈 我來介紹一下 因為這是潮水 謝謝 我們看很多的官府 對 官府底下都是潮水 上面才是龍啊 或瘦王 是吧 琴啊瘦王這些 那這個潮水代表什麼 水為潮 再潮的意思 是 再潮 打到那個陸地上面有海 嗯 海的內容 就是 抑鬱就是我剛潮再潮 嗯 我統治這個地方 哦 所以您說我們拿這個杯子 就是水為潮 你就在位嘛 你雖然本來是警官碩士 可是你現在在位的是 新東山再起 是 沒錯 這個 祝贏 火鍋為潮 耶 火鍋為潮 我先寫到了 火鍋為潮 新東山再起 所以他馬上要出的一本書 都是講他怎麼樣從 警官的生意 然後接在家裡的 其實算是家族的一個 算是一個家族的企業 太誇張了 三十幾年了 對不對 三十幾年了 就像他的家族企業是 京巨世家 是哇 大家都在延續 中國的道路 沒錯 我們的那個 小虎欣來介紹一下 你們的照牌給客人 剛剛有幫我們上了一個 我們的老麵的蠻仇 那當然是放他這兒 不是放我 給他給他 給他 讓他感受一下 好 這一份的話是我們 也是手紅的 手紅餅 那哪個先呢 剛才先嘗試饅頭 來你試試看 你確定 對 家人這個 你先嘗看看 看什麼感覺 抹起司的感覺 對 你看老麵就有酸酸的 一點點酸酸的 真的老麵蠻仇 味道就是不一樣 我也是很喜歡 他們家的老麵蠻仇 來 好 嚐嚐來 嚐嚐看 你看大家 我每次抹他老麵蠻仇的時候 他這個豆腐醬 是不是 對 豆腐乳 豆腐乳就不一樣 這豆腐乳是傳的三代的 所以他很甘甜 他不像一般豆腐乳會死鹹 才是他的豆腐乳 謝謝 謝謝 這也是自己做的 這老麵 豆腐乳沒有 我們找了坊間在大溪那邊 很著名的一間老店 黃日香 黃日香嗎 那邊還有幾間 但不是他 不是啊 嗯 自己做的在哪裡 在你的左手邊 臭梅歐鯨 你要不要服務一下 因為這是剛剛我看到的 真的25秒起鍋上來的 對 對 我就用手來 不要客氣 你剛剛說什麼什麼20秒 我沒聽懂 他是 一塊餅 25秒 進去 25秒 起鍋 到整個成型 切出來 然後才會香脆 然後再加到這個東西 又不一樣 這不容易 因為他有一個皮 他可以分為二 通常好像不可能這樣 我看這個蔥油餅不可能打開了 您可以嘗嘗看 是 對對對 你嘗嘗看他的蔥油餅 加了這個 有什麼不一樣風味 我是最喜歡吃這個老麵饅頭 嗯 嗯 謝謝 口感你喜歡 好吃 皮很薄 我很希望李志祺批評一下 因為他們是北方人 對呀 他們專門吃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是斑門弄斧 沒有 我們是滿人 我們正皇的 他不是你們漢族 也不是我們原住民 他是滿族 漢滿蒙回藏 我跟老師特別報告 我們的 的確這個火鍋 尤其酸材白火鍋 是來自滿族 我曾經到那個 沈陽故宮去參觀過 這東北酸材白火鍋 就是來自滿族 所以今天很害怕 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 所以你平常吃到的 烘油餅 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因為它的做法不一樣 通常都是用麵捲起來 再盤一次 所以它是一層一層一層 你沒有辦法切開之後 它變兩層 我第一次吃這種感覺 沒有 對不對 對 我們做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用很快速的油溫 高溫 然後快速的吹熟 所以它的外層是酥的 裡面還是帶有一點Q勁 而且蔥放很多 哎呀是 對不對 對很香 那不是蔥用 三星的遺蘭的 對 都是明星 動 不怕 動 沒錯 好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時間呢 需要大家做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是我們禮拜三的首播 所以要大家 先按讚 在我的FB 陳凱倫的FB粉絲頁 我從這裡做出發點 先按讚 分享 再公開 按讚 分享 再公開 一定要公開 最重要的是 今天有一句slogan 請您寫一下 才符合我們的遊戲規則 叫做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你看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這九個字 就能夠讓您 請您來 各點 它已經有四個點了 叫東北之家 來吃火鍋 但是程序呢 就是 按讚 分享 再公開 一定要公開 按讚 分享 再公開 再寫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對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請您趕快地做這個動作 我們在一面聊天 一面享受這個美食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開始 估計您的人數 如果今天人數特多的話 每個人可以都有獎吧 當然 每個人我們就送399的 優惠券 火鍋優惠券 399的 不過要恭喜你 志祺 還有張瓊文小姐 因為她在今年的9月7號 正式地辦了一場金馬獎的婚宴 哇哦 你好 三大 因為那個還是要謝謝凱哥 還好 還好 這個金鐘獎主持人 來受持金馬獎 欸 那是你給我的 給我的機會 我的分享起來了 對 我們今天在那個 那家很著名的 喜宴 但是我們做的是最複雜的工作 因為我辦金馬獎 日圍的影片 就將近 9分57秒 她自己設計的 哇 她跟她的 她的妻子更了不起 15年下來 都在三種 跟精神病友相處的社公司 哇 這不容易 不容易 她不容易 我覺得她是人間菩薩 人間菩薩 因為很辛苦 非常非常新鮮 不只她 就是她整個部門都包包在內 是 對 然後對整個社會 真的是很用心的盡責 很照顧人 對 15年的投入下來 然後最後呢 我們這個 我記得沒錯 當然最佳男主角的 男女主角得獎的是誰 不是啊 李志祺啊 哇 她有意思啦 我那時候特別記了一下 她一個典故 基本上 她四次參與金馬獎 一次頒獎人 四次金馬獎頒獎人 一次金馬獎的評審 但是是第一次 在自己的大婚裡面 拿到最佳男女主角 哇 好瑞獎頒給自己的 這就是 自己爽自己開心就好 所以那天所有的嘉賓 都一直哈哈大聲 用了音樂 用了畫面 全部都是金馬獎的 結果最佳導演獎是誰呢 然後 好像是 黎沈浦小姐 是的 我媽媽 哈哈 你媽媽 是最佳的導演獎 跟李志祺 用李志祺 要代表她爸爸 她爸爸已經自己做了菩薩了 所以就代表她爸爸上台 對不對 記得那天真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 我太太問我 她說 我們結婚了 要請什麼人來表演 或者唱什麼歌 我說 為什麼現在結婚還要表演 沒有她年輕人對外這樣要表演了 那我想幹嘛請人家表演 我們認識太多藝人朋友了 那自己表演也很奇怪 我說這樣好 我拍好幾部的小短片 然後就是我們兩個當女主角 那一位主角就是我們 當天就是主角 好有創意 電影人就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不過請她吃這個 我想讓你感受一下 就是你吃了我才能告訴你 到底這個酸菜白肉會有什麼不一樣 來 快吃 要有沾醬嗎還是 先吃個乾淨的原味 再開始吃沾醬 很柔和 自己積著酸菜 白菜 自己積著 自己發酵的 因為在外面你基本上吃不到整味 也都是加醋 對 你怎麼那麼了解 完全沒有醋味 完全是好像有激發酵出來 對 而且 我這麼說 因為我母親 我們在家如果要吃這個 都自己吃這個白菜 對不對 然後跟你分享一下 結果不是白菜 你再吃一口看看 又不是白菜 對 不是白菜 不是白菜 也不是酸菜 高麗菜 比較脆 對 然後我記得它的高麗菜 好像是在一個 一大片土地上在張法 自己栽種 然後就要讓它有激發酵 對 我們採類似有激的方式 然後才把它送到我們 剛剛已經讓大家看了它整個的SOP流程 進到最後冷凍庫裡面對不對 對 用石頭去把水擠乾淨 對 然後再用人工的方法把它砸碎 這樣才會脆 對 重點是這個料 當然一般吃火鍋是沾 這叫什麼料 對 這是我們的紅麴豆腐乳 紅麴豆腐乳 紅麴豆腐乳 現在各位看到我沾的是紅麴豆腐乳 好 讓你試試看 你讓你試試看是什麼 會一樣的感覺 其實在我們這邊的醬料都是發酵的 它對身體很好 志祺慢慢吃 志祺 我要提醒大家 別顧著看我吃 按讚 分享 加公開 最後今天要加上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好不好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這九個字加上去以後呢 您就有機會今天請您免費到它的四個點 都可以吃到東北之家火鍋 您這個豬肉也是黑毛豬對不對 我問這個是 加拿大的關東豬的品種 在台灣飼養的 好嫩 對 你好 還有就是瘦肉跟肥肉 它有它的比例在 對 那這是我們取那個複鞋 五到七公分 中間這一段 品質最優的 真是厲害 這是用心嘛 這很用心 對 反正自己也要吃 而且我是覺得 景觀出身的它 嗯 那就是公正聯名啊 做事情要對自己負責 你知道嗎 這個絕對跟你有關切 你去拿你的肉 給你的酸菜 沾來看這個 你就知道 大家看一下 不一樣的 這是它的招牌 這個招牌完全空運進來 對不對 對 這個是到四川重慶五號的一趟 24小時把這個味道 四川十三香帶回來調製 對 那是為什麼想 浴火警官都先破梗 我本來想讓你吃齊吃完以後 告訴我這來自於哪裡的 看看它的嘴巴閉著 大紅包 豬拉香 有加鹽 好香啊 台灣吃不到這種 麻 對 是麻香 對 就麻的概念 基本上吃不到 對 對 那只有就是大紅包 我一定要講一句實話 是因為進口量有限 還是怎麼樣 一般人沒有講話 我看桌上沒有這一道 對 我們在大概兩個禮拜內 會把這一道菜 做成桌上這樣的鴛鴦鍋 因為到時候 大家都可以吃到這個味道了 因為現在這個鍋子 正從上海 從北京到上海 上海坐船到台灣的途中 真的啊 你是哪個鍋 我們接下來的鴛鴦鍋 類似這樣的鴛鴦鍋 那所以 這味道還是 這鍋子還是特別從那個 北京那邊定做下來的 這是我們新的湯口 可以試看看 好 有點麻 喝看不一樣的湯口 味道還喜歡嗎 可以 只是不要蠟滑就好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按讚、分享、加公開 按讚、分享 一定要加公開 拜託各位 然後再寫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這樣 您進到陳塔倫的FB本司夜以後 超過敏 我們就用電腦選項 我們有一套設備 是很公正的 看今天是哪三位 是 有機會我們請您到他的四個點 哪四個點 青島 青島東路 台北的 青島東路 林口店這邊的 來桃園店 桃園店在桃園火車站 是 在竹北店 再來竹北店 新竹那叫竹北 再來竹北店 四家店 因為四家店的名詞 都叫做東北之家 你比較不會走錯 那重點是 按讚、分享、加公開 要寫上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您剛剛有喝這兩個碗湯 喝了 會不會嚇到 對 他這個比較酸辣 而且味道很足 香氣到 足 那 當然就是說 在我來講 我覺得中午吃這個 稍微重了一點 可是晚上真的好嗎 對 而且它 它很辣 它裡面有加胡椒嗎 就青花椒 青花椒 哦 青花椒是不是就是你在 那個 那家叫什麼 我去採訪了 到地下室 我去地下室那家叫什麼 全臉 對 你看你在想什麼 全臉 我真的年紀大 不是去 去 就這個是不是 對 青花椒味 那個青花椒是不是帶枝子 對 那個不容易 那個不容易 因為花椒你要把它種出來 就很難很難 四川那個地方有特別一個叫金 金河區 特別有這個區 都能種這個 我本來一直希望能夠帶台灣的馬告 原住民的馬告 馬告好啊 它味道跟這個很類似 但是馬告在台灣沒有產量 所以無法去量產 沒有辦法量產 對 所以你就直接到四川重慶跑了一趟 把這個味道帶回來 然後今天是您來啊 踩著這樣鴛鴛鍋 我平常只是一個鍋 所以可見的代表就在預期告訴大家 在耶誕節左右的時候 就很可能就退出了一次 是是 一定可以的 所以之前沒有鴛鴦鍋 對 我沒有吃過這個啊 你剛剛說這個麻辣 我沒有喝過 我今天是第一次啊 我平常喝的時候是這個原汁的 你要不要再換一個原汁給它熱的 讓它感受一下原味的 所以難怪志祺會說是比較麻辣 是真的 因為這裡有青椒 對不對 青椒麻的感覺 它的麻辣很香 說實在 因為在台灣我很少吃到這種麻的味道 很麻 可是不會麻到就是你受不了 我只是告訴大家 來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吃麻辣的這種湯的時候 絕對不要講話就好了 不然你會搶到 就這意思啊 所以是還有一個皇帝杯子裡面的 好茶 來鳳茶 這兩個好有層次 是 但是你看它跟這個 酸菜白鍋剛好完全Mesh搭上 是的 那一般做這個火鍋鴛鴦的話 在酸菜白鍋裡面 它會做酸菜白鍋跟麻辣鍋 但是麻辣鍋其實它只有麻辣 它香氣的部分就少了 是 然後它跟酸菜又不搭 所以我們特別找這味道尋找了兩年多 把這味道找到了 謝謝 我要特別告訴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想吃的話 其實這些全部都在配合裡面 你看 有這樣子像有機的 你要介紹一下 有機的大白菜 大白菜 還有我們的青江菜 然後這一次我最喜歡的 菇類拼盤 菇類拼盤 再來還有海鮮 非常棒 我記得他們告訴我 先下這個 對 先下 先下花枝圈 然後蛤蜊 然後蝦子最後煮 蝦子不要煮太小 對對對 你先試一點給志祺一點 最重要的是這個 志祺你可能看不出來 我後來當他的那個冷凍庫子發現 原來都是手工做的 而不是我們一般在某個地方 買回來的那個 其實又怕有添加物 吃起來身體不大好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很特別的 來讓志祺感受一下 連蛋腳都是嗎 這個是一家 蛋腳部分是一家商櫃公司 這個我等一下讓你猜猜看 這真的好棒 完全不一樣的口味 這也是不同的 墨魚 你看大家都猜是墨魚 對不對 都以為是墨魚 就不是 就不是 等一下吃了就知道了 想吃火鍋 歡迎你一起來找我們 很重要的是 請您現在 正好在看我們的節目 在陳凱倫的FB粉絲頁 就請您按讚 分享 加公開 請您寫上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好這九個字按讚分享加分開 您才補合今天我們要送出三個名額 三個名額的朋友 你都可以到他的四個點 各點去 有林口 林口店 有台北的青島東路 對你來講很方便 詹老師那個二號三號結論出口就到了 然後再過來是我們的桃園 桃園 桃園店 竹北 竹北店 這四家店對不對 好你慢慢看著我後 OK的就讓志祺來分享一下 我一直記得志祺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爸爸的完全先生 是 是一個從來不罵人 但是不怒而微的台灣第一武生 義不壓身 義不壓身 義術不壓你的身體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練武 然後學習京劇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對他們來講 就是我學再多的武藝技術 不壓你的身體 所以你說 我小時候就跟我說 他說你看 如果一個老頭 你欺負他 他也許他的功夫很好 或者一個女孩 你欺負他 他價才萬貫 對不對 到垃圾你不能看不起他 他比你還有些 看著車比你還大 是啊 義不壓身 讓人家看不出來 意思就是不要自滿 永遠再學習 對不對 就不跟你說的那個新東北 對 新東山再起 對 因為你擋掉了 你太能夠拉開了 所以我要記得 對 新東山再起一樣 為什麼新東山再起 也是義不壓身嗎 也是自己不斷地學習 頭些熱了 我們要插幾個 火候已經OK的 讓志祺來嘗試一下 看看志祺的表情 等一下 我同時就告訴大家 來 您先嘗嘗看 給我 給我 您先試試看 就知道什麼不一樣 大家如果覺得好吃的話 歡迎你來吃 然後我們今天是免費請大家吃 免費請大家吃 免費請大家吃 在現在的陳凱倫FB粉絲頁 你現在正在看節目的下面 我不曉得那叫什麼 好像廣場一樣的 是不是 最懂的人呢 FB下面那條叫什麼來著 留言區 留言區 你就一定要按讚 分享 加公開 加了公開以後呢 就請您寫上幾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好不好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進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還有時間 沒問題 這樣我們如果超過三個名額 我們就用電腦的機率 看是今天哪三位中獎 但是如果今天人數多的話 怎麼辦 我們只要留言 我們全部送399的VIP的貴賓券 好 只要留言 但是就是按讚 分享 加公開 你留言留錯了 也不是我的事兒 那是沒關係 代表你已經忍意到了 按讚分享 加公開 我們就都送您 399的東北之家的火鍋 貴賓券 好 前面有酸菜的人 對 他是韓式泡菜口味 韓式炒菜 這個 這個相當受歡迎 這個特別受歡迎 這會受歡迎 吃起來口感 你建議是讚還是不讚 其實這直接是原味 那當然也可以沾一下我們的那個 大醬 那口感還不錯 其實我們還有一樣東西 是廟族們的 這一個 對 這裡面的凍豆腐謝謝 凍豆腐是我們自己做豆腐 待會我們嘗嘗 我自己覺得凍豆腐 尤其你想自己做的 那我就更安心了 每次去火鍋店都要點凍豆腐 可是那個凍豆腐在凍的好厲害 好厲害 是 這個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都是做一天二次的小時 就把這個風洞的地方 控制著 那就起來 那這部分會吸我們的那個酸菜原汁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 特別的好 特別的味道 您試試看 好細緻的一家店 欸 這你媽喜歡吃的我跟妳講 這個 真的 為什麼說是你媽媽喜歡吃的呢 芋頭啊 女生都喜歡吃芋頭啊 你試不出來吃芋頭啊 我在猜想 你試不出來芋頭啊 因為我在想我媽喜歡吃什麼 你媽媽是女士啊 女士都 還有芋頭的顆粒 嗯 有有有有有 還有豬肉餡本身的味道 所以結合得挺好的 李志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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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特別孝順 特別是李志祺 結了婚以後 住在家裡 便是照顧媽媽 哇 啊 好吧 今天真的是因為 你有麻辣的味道 所以我們不斷地想打NZ 但是 如果你喜歡吃麻辣的話 這個麻兒不辣 你看我面辣得很厲害 有點流汗 重點是歡迎你來吃火鍋 就一個方法很簡單 在現在陳凱倫的 FB本事業的留言區 你就按讚 分享 加公開 然後請你寫上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好不好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我們現在計時開始 要準備 如果當鈴聲響了 這個遊戲規則就到此結束 因為今天看到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開始 我們這遊戲規則的 就來吃嘛 只要你靠近桃園店 進你就去桃園火車站旁邊 靠近那個竹北進 就去竹北店 東北之家 靠近台北市 散島市旁邊 不是有一個 青島東路啊 青島東路5號 就是它的本店了 東北之家 那我們現在在的是它 最新開的一家店對不對 對 林口店 好 現在沾還是不沾 要沾 沾我們的青麻料店 真的啊 吃看看 青麻 青麻椒對不對 對 小心看喔 好細緻 這個 通常鴛鴦鍋都是麻辣 對 那就是紅紅的油 對 那基本上這個麻辣也麻也辣 可是沒有紅紅的油 是 其他可以直接喝 一般的麻辣的湯比較難吃 對 它很香味 對香氣很熟 是的 然後我記得我去重慶的時候 他先給你 你的湯料就是麻油 對 油然後你再吃那麼辣的我覺得 很受不了 很不合常理 所以平常吃麻辣我一年再吃一次 我一定是滿滿的麻油 再加蔥一堆 再加醋 我這樣才敢把那個肉放進去吃 是 你知道嗎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反正那樣就讓我覺得 好像吃起來比較安心一點 可是在這兒就不必了 就不會了 對不對 來另外 你看我的湯頭 其實它的 好的湯頭是會越煮越輕的 嗯 它是輕 是輕的耶 這是一個 這是什麼經驗論 好的湯頭會越煮越輕 因為坊間它的 因為放在丸角的部分 現在因為魚漿和肉漿是比較貴的 所以很多用澱粉的添加 在製作丸子的過程 只要在鋪好的一些丸子 進了湯 它整個就混濁掉了 趕快倒數60秒 按讚分享加公開 請你寫今天的主題是 東北之家我要吃火鍋 東北之家我要吃火鍋 我們倒數計時開始 快結束了 那各位好朋友不要忘了 這麼好吃的東西 在大概有四個點 包括現在有那個 青島東路台北 青島東路台北 是 還有此地的林口 還有桃園火車站的桃園點 以及 竹北 好不好 四家都是東北之家我要吃火鍋 然後今天呢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準研究生 哇 恭喜 其實雙喜靈魂的你 才剛接完婚 就考進了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 因為我們從小 在國光義校 在國光義校就是我們 我們後來畢業 我們就 還沒畢業就開始演戲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念書 對 那這幾年我們就回學校 跟校長聊 就回學校我們去念書 念大學 念完大學 然後大家就 激起了這個念書的興趣 所以我們現在又在念這個碩士 那跟老師一樣呢 對我們是志同道合的好同學 就是他那個時候念的是國立台北戲劇學院 我們是國立台北台灣藝術大學 是的 好我們的時間剛剛到了 各位聽到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呢 如果你還是按讚分享加公開的話 那您就可以 可以得到我們三九九元的貴賓券 請你來吃火鍋 但是如果你是剛剛的按讚分享加公開 然後您還寫了七個九個字 東北之家 我要吃火鍋 那我們現在電腦 因為今天人數比較多了 電腦隨機抽樣 三位朋友 請您免費吃火鍋 怎麼樣 今天的火鍋吃的好吃 還可以嗎 我覺得我下次要請我媽 歡迎 我太太 歡迎 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紅油 然後而且那麼香 我覺得是太難得 謝謝 而且真的不會去傷你的胃 傷你的身體 真的也非常的謝謝李智希 李智希 為什麼李智希是我們前面的特別來賓 李智希是弟弟 因為配了他的實驗室 剛從大陸回來 謝謝 然後一起來 這也可以叫做西式奇品的文創 可以啊也是 另外一種文創對不對 而且他本來叫我用那個盤子來吃飯 對不對 所以不好意思 其實人家如果去西式奇品 真的也可以請購的話 這是可以真的當飯盤吃的嗎 可以 其實我講一個故事很有趣 就是我們在我父親小的時候 那時候家裡就算還不錯的 因為算大戶 家裡有汽車 因為那時候我大伯李萬春先生 所以整個家都很棒 所以他們所有的人吃飯 他的盤子是自己本身的生肖 譬如我爺爺屬猴 我父親也屬猴 爺爺就是老猴 那我父親就是小猴 所以就是把一些圖案就是印製在餐盤上 那餐盤就屬於自己跟著自己走的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又學到了 對不對 個人擁有個人的環保碗筷子外 還有自己的環保的餐盤 那再次的謝謝我的好朋友 李志祺來節目當中 凱倫好厲害 厲害 好 來 我們準備了我們在全年熱賣的 一個小東西 東北之家春菜百貨湯底 為什麼要送我來 小東西 不成信義 就是他在全年有賣這個東西 OK 而且很巧的是 今天馬上就是耶誕節了 我們現場整個都是耶誕的氣氛 謝謝你來 你就像這夜誕的恐怖一樣 還送我們兩個一人一劍 對 這個實在太棒了 太值得了 這個夜誕禮物 對不對 這好棒 火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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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 警官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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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繼續享用 好